简报,DeepMine CEO Demis Vasavis谈人工智能的现状与未来 文章摘要 1. Demis Vasavis是DeepMine公司的创始人,他从小就是一位国际象棋天才 1997年,IBM的Deep Blue战胜了国际象棋大师卡斯帕罗夫 这让Hasavis意识到,人工智能虽然在某些领域超越了人类 但在广泛的智能应用上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2. Vasavis创办DeepMine的目标是开发通用人工智能 AGI,并将其应用于解决各种社会问题 DeepMine开发的AlphaFold系统在解决蛋白质折叠问题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大大加快了疾病研究和新药开发的进程 3.尽管AlphaFold取得了巨大成功 但人工智能系统的黑箱特性仍然引发了一些伦理和安全方面的担忧 Hasavis表示 DeepMine一直在与生物安全专家合作 致力于确保人工智能的发展是安全和负责任的 4.展望未来 Hasavis认为人工智能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许多看似不可能解决的科学和数学问题 比如建立一个虚拟细胞模型大大加快要物研发进程 他相信人工智能将带来与工业革命或电力发现一样的巨大变革 总的来说 文章展现了Hasavis对人工智能发展的谨慎乐观态度 他认识到人工智能存在的挑战 但也相信它可以带来巨大的社会价值 DeepMind正在努力确保人工智能的发展是安全和负责任的 并致力于利用人工智能解决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 2024年8月9日NVIDIA AI简报 概述 NVIDIA作为AI芯片领域的领导者 正面临着新一代芯片BlackRock推出延迟的挑战 虽然该延迟可能会对NVIDIA的客户和收入产生一定影响 但分析师普遍认为这不会对NVIDIA的市场地位造成重大威胁 同时 新兴的AI芯片公司正在利用神经处理单元 MPU 技术 在边缘计算领域对NVIDIA形成一定程度的竞争 关键信息点 1 NVIDIA的下一代AI芯片BlackRock推出将延迟2-3个月 主要原因是制造工艺的复杂性 2 尽管存在延迟 但NVIDIA的主要客户如Meta 微软和谷歌仍在大幅增加对AI计算基础设施的投入 3 新兴的AI芯片公司如SIMA.AI App和MASIC正在利用NPU技术 在边缘计算领域对NVIDIA形成竞争 这些公司的产品带成本 能耗和性能方面具有优势 4 随着大型科技公司加大对次元AI芯片的投入 NVIDIA的市场地位可能会面临一定程度的挑战 总结 尽管NVIDIA当前在AI芯片领域保持主导地位 但新兴公司正在利用NPU技术在边缘计算领域形成一定竞争 同时NVIDIA的下一代芯片 BlackRock推出延迟也引发了市场关注 不过分析师普遍认为NVIDIA的竞争优势仍然很大 短期内不会出现重大变化 未来NVIDIA能否保持其行业领导地位 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2024年8月9日Facebook AI简报 主要内容 1. 恶意攻击者利用I图像编辑工具的流行性 又骗用户安装带有恶意软件的应用程序 他们通过盗局Facebook账号 发布付费广告来传播恶意软件 用户需要启用双因素认证 并警惕可疑链接和登录页面 2. META公司正在转向AI优先 相比于元宇宙 I技术的发展更快超出了预期 META正在开发轻量级的Rayband智能眼镜 而不是专注于高端的沉浸式Mr.设备 这体现了与苹果不同的战略取向 3. META正在推动AI模型的个性化和定制化 让用户能够根据自身需求微调模型 这将带来更多专业化的AI助手 满足用户在不同场景下的需求 4. META大力推动开源AI 如Lama基础模型 PiTorch机器学习库等 旨在主导行业标准 并借助广泛的开发者社区推动AI技术的快速发展 这也是META应对苹果生态封闭的一种策略 总的来说Facebook正在从浙交媒体巨头转型为AI技术公司 在安全消费者产品 定制化AI以及开源生态等方面进行全方位布局 以期在未来的AI时代占据主导地位 2024年8月9日Google AI简报 近期Google的AI概述功能在搜索结果中出现的频率显著下降 根据SERanking的研究 在7月进行的约10万次搜索中 只有7.47%的搜索结果包含AI概述 较上月下降1.24% 这与2月份Google测试AI概述功能使64%的覆盖率相比 大幅下降 此外 Google的一些AI驱动的广告服务和营销工具也未能完全满足客户需求 一位首席营销官表示 他们尝试使用Google的Performance Maps Smart Beating和Gemini等工具 但效果并不理想 有些工具甚至会对广告策略产生负面影响 需要放弃使用 尽管如此 Google高管仍被AI时代为广告行业带来的机遇表示兴奋 他们表示 Google已经推出了30多项新的广告功能和产品 帮助广告主利用AI技术满足客户不断变化的需求 总的来说 Google正在谨慎地评估和调整其AI技术 主在搜索和广告领域的应用 以确保为用户和客户提供更好的体验 未来 Google将如何平衡AI技术的发展与实际应用效果 值得持续关注 2024年Meta Connect大会预览 Meta公司即将于2024年9月25-26日在加州门洛帕克总部举办 其年度Meta Connect大会 这是该大会的第三届 预计将展示Meta在人工智能 虚拟现实和元宇宙等领域的最新进展 本次大会的亮点包括 1.Meta Quest 3S发布这是一款更加亲民的VR头显 将配备Meta最新的Lama 3.1人工智能模型 提供更强大的I助手功能和视觉识别能力 2.Orion A2眼镜原型亮相Meta将展示其长期研发的增强现实眼镜原型 这款产品将集成AI技术 为用户带来沉浸式的AR体验 3. 人工智能技术重点展示Meta将深入介绍其爱聊天机器人 iStudio代码i创作平台 以及Lama AI模型家族的最新进展 4. 元宇宙生态系统更新Meta将阐述其在Horizon Worlds社交VR平台上的最新规划 为开发者提供更多创作工具和标准 总的来说 本次Meta Connect大会将聚焦Meta在人工智能和元宇宙领域的最新突破 为未来几年的产品和服务发展奠定基础 尽管仍存在一些技术局限 但Meta正在全力推进这些前沿技术 以其引领行业发展 简报Meta的AR和I战略转变 1. Meta正在从重点发展混合现实 Mr. 转向人工智能 I 的发展 CEO扎克伯格承认 过去他预计全系AR会先与I取得突破 但事实证明I发展速度更快 2. Meta正在通过开源AI模型如Lama等 建立开放的I生态系统 以此来主导行业标准并获得更广泛的开发者支持 这与其过去依赖苹果和谷歌手机生态的策略形成对比 3. Meta正在将重点放在消费者市场 推出轻量级 价格精明的Ray Bang智能眼镜 而不是像苹果那样瞄准企业市场的重型Mr.头显 4. Meta正在利用I技术赋能内容创作和个性化 让用户能够定制自己的AI助手模型 实现更自然的人机交互 5. 这可能会带来模型泛滥的趋势 5. 总的来说 Meta正在转变战略重心 从过去的Mr.转向I并采取开放 面向消费者的方式 试图在新一轮技术变革中占据主导地位 简报 Meta的AR眼镜和I战略 主要信息点 1. Meta CEO扎克伯格预测 未来数亿人将会使用AR眼镜 这将是下一个消费科技热点 Meta正在大幅投资研发全天候AR眼镜 2. Meta关闭了旗下一些知名VR游戏工作室 如Ready at Dawn和Dawn for Interactive 引发玩家不满 这反映了Meta正在调整VR游戏业务重心 3. 扎克伯格表示 未来社交媒体将被I主导 视频内容也将被I生成的内容取代 这意味着Meta正在大力推进I技术在公司各个领域的应用 4. Meta的I聊天机器人已经成为全球最受欢迎的之一 这反映了公司在I方面的进展 但过度依赖I可能引发一些担忧 总的来说 Meta正在大幅投资AR眼镜和I技术 这两个领域被视为公司未来的重点发展方向 但同时也面临着VR游戏业务调整和I过度应用的挑战 Meta正在谋求通过技术创新来推动公司的长期发展 简报Elon Musk的AI公司X面临欧盟监管挑战 主要内容 1.爱尔兰数据保护委员会 DPC要求暂停或限制X公司使用欧盟用户数据训练AI系统 DPC认为X公司在获得用户同意前就开始使用数据训练AI 这违反了欧盟数据保护法规 2.X公司表示 用户可以选择是否允许公开铁文被近爱聊天机器人Grop使用 但法官指出 X公司在7月16日之前就开始使用用户数据 且并未及时向所有用户提供选择权 3.X公司承诺 在法院裁决前不会使用5月7日至8月1日期间收集的欧盟用户数据来训练AI系统 X公司将于9月4日提交反对DPC命令的文件 4.这一监管行动发生在Metha和谷歌等科技巨头也面临欧盟监管机构 对其AI系统使用个人数据的质疑之后 总结 Elon Musk旗下的X公司正面临欧盟监管机构 对其使用用户数据训练AI系统的质疑和限制 这反映了科技公司在个人隐私保护和AI发展之间寻求平衡的挑战 简报 OpenAI即将推出新一代AI模型GPT5或Strawberry 关键要点 1.OpenAI即将推出新一代AI模型GPT5或Strawberry 预计将在推理 规划和自主互联网导航等方面取得重大进步 2.这一消息源于OpenAI CAO3WOP们发布的神秘推特 以及LMCIS.WOP上出现的两个匿名模型 3.新模型预计将展现更强大的数学和逻辑能力 并可能具备持续微调的功能 实现持续学习和适应 4.AI界反应复杂 既有期待也有质疑 担心新模型是否真能达到预期 5.OpenAI面临来自Google Deepline等竞争备受的激烈竞争压力 新模型能否领先同行备受关注 6.新模型的推出体现了OpenAI对于安全可靠的人工通用智能 AGI的愿景和追求 总的来说 OpenAI即将推出的新一代AI模型备受期待 但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和质疑 I界将密切关注这一新模型的表现 以期见证人工智能技术的又一次突破 简报 OpenAI创始人Illia Substiver离职创办新公司 主要内容 1.Illia Substiver OpenAI的联合创始人之一 最近宣布离开OpenAI 创办了一家名为Safe Superintelligence Inc.的新公司 2. Substiver 而此前曾参与过一次试图败免OpenAI CEO Sam Altman的行动 后来表示深感后悔 他离开OpenAI的原因是想专注于开发安全的超级智能AI系统 3. Substiver表示 新公司的唯一目标就是安全的开发出超越人类智能的I系统 不会受到管理层负担或产品周期的干扰 也不会受到晚期商业压力的影响 4. 与 Substiver一起创办这家新公司的还有Daniel Larry和Daniel Gross 新公司将在加州帕末阿尔托和以色列特拉维夫设立办公室 5. Substiver的离职是OpenAI近期一系列高管离职的一部分 包括负责超级对齐团队的Daniel Larry也在最近离开了OpenAI 这引发了外界对OpenAI是否过于重视商业发展而忽视安全问题的质疑 总的来说 Substiver的离职反映了人工智能安全问题日益受到重视 他希望通过创办新公司来专注于开发安全可套的超级智能I系统 这也凸显了AI安全问题的复杂性和挑战 OpenAI的人工智能安全问题简报 近期OpenAI推出了一个极具人性化的语音交互界面 引发了人们对人工智能安全的广泛关注 一 OpenAI发布了GPT-4O的系统卡 详细阐述了该模型可能带来的风险 包括放大社会天见 传播虚假信息 助长化学或生物武器的开发等 同时 该系统卡也披露了OpenAI为确保模型不会试图突破控制 欺骗人类或策划灾难性计划而进行的安全测试 二 一些外部专家认为 OpenAI在透明度方面有所进步 但仍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 比如未能详细说明模型训练数据的来源和所有权问题 同时 随着工具在实际应用中的使用 风险可能会发生变化 需要持续关注和评估 三 OpenAI的语音交互界面可能会导致用户产生情感依赖 甚至影响人际关系 该公司表示将密切关注人性化带来的影响 并通过监测测试用户的互动情况进行研究 四 为加强人工智能安全管理 OpenAI任命了专注于人工智能安全研究的学者Zito Coulter加入董事会 并成为安全与安全委员会的成员 这表明该公司正在努力应对人工智能安全风险 总的来说 OpenAI正在积极应对人工智能安全问题 但仍需进一步完善透明度和风险评估机制 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的健康发展 造福全人类 人工智能数据危机与合成数据的兴起 摘要 人工智能行业正面临一场严峻的数据危机 长期以来 AI模型依赖从互联网上大量采集的人类生成数据进行训练 但这些数据资源正在逐渐枯竭 业内预测 文本数据可能在2028年前耗尽 为了应对这一挑战 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转向使用合成数据 即由I系统生成的人工制造数据 合成数据具有一些优势 如可以填补真实数据的空白 并帮助缓解数据偏差问题 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风险 如过度依赖合成数据可能导致AI模型崩溃和性能下降 一些研究者提出了哈布斯堡I的概念 仅是过度依赖自生成数据可能会导致模型出现不可逆的缺陷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业界正在探索将合成数据与真实数据相结合的混合数据方法 以及采用神经符号AI等新的技术路径 总的来说 I行业正面临一场关乎其未来发展的数据危机 需要寻找创新性的解决方案 我们下期再见